与英达离婚不久在朋友苏晓明、张鲍默的撮合下,宋南丹相亲成功了,28天的短暂结束后,宋南丹选择在生日那天嫁给现任老公赵玉吉,从此开始了甜蜜生活。 赵玉吉所在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楼盘基本都是高端楼盘,旗下开发,调围台七号院目前是北京最贵楼盘之一,如今他们已经结婚19年了,更开始这个妻子和她家庭只有三个人,丈夫赵玉吉,妻子宋南丹,以及宋南丹的儿子巴图。 赵玉吉对巴图是如己出,这个高大男人经常领着这个小男子汉游泳,去博物馆,听音乐会,上学校。 有一次,老师让每一个孩子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跟前说一句,拒绝进来最想说的话,巴图跑到赵玉吉跟前,两手捧着他的脸在他耳边说,爸爸,我永远爱你。 那个时候赵玉吉感到特别幸福,宋南丹也十分感动。